頭長 今天最高點來到13995 醫生救救我 這是什麼意思啊 很神奇喔 之前八五二三點是八五兩三次 我說我被八五兩三次 這個一定是今年最低點 你看結果一路漲到一萬三一萬四了 那13995是不是醫生救救我 是不是很慘 還有另外一檔 這個一定要看我們節目 另外一檔股票 昨天很恐怖 我一講他就彈上去 謝謝粉絲這麼支持我 你不相信嗎 你不相信請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那接下來會怎麼走 也要看我們節目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鄒穎 今天是12月2日 台股開盤13970點 中場售在13989點 漲103點 每股標普500 納斯達克還有廢半指數 再創新高 中場呢四大指數是全部翻喉鬆漲的喔 那今天呢台積電 ADR收盤 也是更是佔上了100美元的新里程碑 經歷台股 我們今天的走勢是再創新高 後續盤式解架 交給經濟日報全國冠軍紀錄保持人 投資業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 粉絲人數最多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 今天叫做肉依醫生是不是 對啊 因為今天最高點是 13995 13995 13995 醫生救救我 對 但是大家投資朋友也很好奇 為什麼是我穿 要救救大家應該是投資長啊 你們看我們頭就知道啦 我投資長是這個頭 頭很大的頭 穿不下啦 對這件比較小件啦 對對對 這是跟大家講的 所以 有些的一個缺失啦 而且你會發現 我們預告在前面有什麼 你不覺得很厲害喔 今天台股13995 對 我說投資長你是不是用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的 欸 衣服都準備好了 對啊 都先準備了 都先準備好了喔 所以 有時候說投資長你要去想想看 你要找找分析師 好不好 我不去絲歐化 我不去馬後泡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台股喔 這邊 那個台股的走勢 我們可能請製作人來 調一下肉依的那個 臉部 沒關係 下來調 嘿 好不好 好 肉依臉太小了 好 很奇怪的一個比例 我比較堅持 翻到一點點就好 好 所以我只是想跟大家講說 肉依你看今天13995 對 那很多人想問的是說 台股要攻幾次 所以台股現在攻幾次 萬點金攻幾次 它至少四次以上 我們來數一下好不好 是 我們來數一下喔 我自己數 包括今天的 喔 一次 包括今天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其實已經算五六次了 所以我昨天說那個十字攻 有沒有 對 我說我們在福利社說 欸 畫面給肉依 嗯 就是說台股喔 攻十次 對 台股會不會攻十次 因為十字攻嘛 你看現在已經五六次了 嗯 當然 你說會不會再突破一萬四 喔 投資長 你要投資長救救我 醫生救救我 福利社救救我 因為這台股剛好最高點 13995嘛 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的看法是 如果美股在持續創新高 那台股是勢必會突破一萬四 這沒辦法 好 好 那這個投資長 這是沒辦法一件事情 所以我說 我盡量一切對切 我預告在前面 我不要去施肉化 我不要去馬後趴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我們看這個 看有沒有給我美元指數 請注意 對 因為剛剛投資長講到美股的事情 對 那其實大家需要注意的也是 美元指數現在都是走弱 甚至是創進兩年新低 所以今天也想要代替投資朋友 問投資長說 這樣子的趨勢 你怎麼看 這個我們台股未來的走速 會跟著受影響嗎 我這樣跟你講 我可能請我們的助理 幫我趕快 美元指數給我們看 美元指數這個下跌 代表全球資金氾濫 就是代表說 他們其實從拜登的一個政策裡面 看到出來 他是要越來越寬鬆的 他不是要緊縮的 他是要救市的 可能從川普的這個行為 讓他知道說 股市勝過一切的選票 他也覺得他險勝 明明川普 他覺得川普 因為做那麼爛 疫情這麼多人得 幾十萬人以上 得了 然後幾十萬人以上 應該都死完了 結果 怎麼 他還是可以跟他選票差那麼近 所以造成他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也要 一直不斷的刺激政策 今朝有九今朝醉 所以其實這個美元指數 在這邊 來看一下 剛好 這是美元指數 你看這美元指數很誇張 有沒有看到 破底了 對 破底了 來 所以我畫面跟你講說 雖然是醫生救救我 我要跟你講一句 不客氣的話 可能是空軍或空手的投資朋友們 你要找醫生來救救你 講這句話 因為這邊而已 我就跟你講過 我說11月沒有人做空 對 那你說投資長 那你說一個卡字 那這個有沒有對 我跟你講如果要創新鋼 就不算是卡字了 好 我跟你講 可是我跟你講 台股的風險 在12月15號之前 你現在覺得好做對不對 因為像你剛才股票漲停 你看第一頓股票 你只要敢追就可以了 沒錯 你只要敢追什麼管影啊 面板優達群賺 對 你只要敢追就可以了 沒錯 是不是就是我所說的 我從 義務法則 我跳到說要追第一根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這是我鍋中獨有的節奏 這是我鍋中獨有的天賦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 跟你講很多技術分析 那個我認為是 我認為比較平衡四喉花 我不是要特別攻擊誰 可是你看到我跟 應該這樣講 我不要強調我自己 我不要講別人 你以為要看到的是 我的節奏是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預告在前面 為什麼說預告在前面 美元指數創新高 不止美元指數 應該說美元創新低 美元指數創新低 代表台幣會升值 錢在燒 是 錢在燒 那時候央行總裁就說 這個28.5喔 至少一陣子 一陣子是半年 天啊 剛好跟Fade覺得說 明年的一個4月 應該說明年4月之前 應該不是Fade 是大家認為明年4月之前 才有足夠的疫苗打 是一模一樣的 我是不是說4月之前 就應該好好的做股票 對 你不怕 3 4月以後你才怕大回檔 我是不是這樣講 我說12月中旬之前 怕是小回檔 那不代表一定會喔 1月中旬之前 1月的時候怕什麼 中回檔 然後3 4月 反正就是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 全部可以打到疫苗 全部可以打到疫苗 大回答 打完疫苗以後才是一個風險的問題 會不會變成一個 從不至零一律 Fade Watch 隨便我都跟人家講 是搜尋FEDWATCH 他會直接跟人家說你Fade Watch的一個機率 這也是我全台灣第一個公開的分析師跟你講 我可以跟你講已經很勢勢而非的 我知道有點多在研究籌碼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研究籌碼那個對我來說我算過很多次 5 5波 6 4波而已 那個不會增加你勝算多少 你要看那個券商大貨進出 你常常被人家修理 我講這實在話 我其實說無道一以貫之 為什麼說無道一貫之 很多人都沒有喔 不了解我 他就變成說 哎呀 為什麼說哎呀 我說 他們不了解我 說投資阿你每天都講一樣的話 有沒有問一件事 如果我每天都講一樣的話 會這麼多粉絲相信我嗎 你可以去比較每一個人 這些投資朋友們 我現在應該是暫定 1月9號1月10號辦演講講座 所以投資朋友你務必那時間要起來 同志阿我要賺錢 你看你要賺你薪水的錢 還是要賺你股市的錢 同志阿你自己決定 好不好 尤其1月9號1月10號已經提前跟你講了 我很少提前跟你講 因為我要辦這種600人產地喔 要一個月前講 這不一定是同一個產地 我先跟你講喔 人那麼多 所以你說通常你沒講一樣的話 你錯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為什麼 那你這樣講的話 來 你怎麼看這個新聞 台灣錢在燒 我是說今年就是一直無限無限的救市 11月發漏阿 發漏台語怎麼講 發漏 發漏 股票啊 13885今天要改啦 13 995 一升995 房地產呢 北中的交易量創59月新高 車子呢賣出4.63萬 4.63萬 2 為什麼突然要給我這個 來 他突然給我一個東西 2939 跟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直接跟我講好不好 什麼事情 好 什麼事情 好 好 好 在這邊 好 在這邊 他要跟我講說 我助理很認真 可是盡量不要傳給我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在演什麼 他說過來說醫生救救我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 他是告訴我們說 欸 這個凱毅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醫生有救到你嗎 有啊 有 我雖然不是醫生 我是股市的醫生啊 凱毅你看福利社到現在 我說他 我認為他下市的機率 非常高 沒錯 我認為我講話都是 每一試驗室有做每一個機率 可是你錯過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找我 那你看嘛 我說醫生重不重要 我有沒有跟你講 沒得一就是沒得一 你有沒有講 有 我那時候說突破100塊 我全部要出清股市 因為我說是不合理 你有沒有看到 對 然後你就怪什麼 怪政府 怪經管會 怪證交所 有什麼好怪的 你應該怪那些出貨給你的那些網路數人 你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誰 再換個名字你都不知道是誰 連他分析師知道有沒有考上都不知道 你都願意相信他 就算有考上分析師的 他沒在證券投顧公司底下上班 他又收任何的收取費用 不論是訂閱費用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什麼 課程費用 或者是相關的 課程也有違法 有人被檢舉 因為你只要預測未來就算了 又給你收錢了 那為什麼要去跟你辯 他到底有沒有違法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些素人也是害到很多人 尤其是不知名的素人 你連名字都不知道 連照片都不知道 你看這些 所以我說我身為一個股市醫生 我救了你沒得醫 不會讓你沒得醫 我救了你凱毅 凱毅是我們福利社 那是文良老師 那時候有來我們這邊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再把它回到我這邊的重點來 我說台灣錢在燒 11月發炉 肉依我有沒有講 那這個另外一個是頭版新聞 來 房市交易創六年新高 肉依我是不是最近一直跟你講個邏輯 我講的至少五遍有了 有 我怎麼說 我說現代年利率2000萬的房子 利率怎麼樣 2000萬的房子1.33% 26萬嘛 一個月差不多2萬塊的一個利息而已 可是2000萬房子 你有時候租到3000 一個月要付3萬塊 你要付3萬塊 你會想要租還是買 租你要付3萬塊的租金 是給別人的 買房子你只要付2萬3千塊的一個利息 你只要付得起頭幾款 怎麼樣 你會捏著你的頭 捏著你的頭 繼續買房子不租房子 所以我就講這是個比較的問題 如果現在利率呢 是到4.2 是到3.9呢 3倍呢 你是要付3萬塊的租金 可是你要付7萬塊的一個利息 那當然你還是租嘛 之後我說利率的差別會影響你的決策 所以你看頭版新聞是不是告訴你 凡事交易創六年的新高 對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說大到自檢 無到一以貫之 你們每天要聽很多人跟你講 我3.1萬2 3.1萬3 3.1萬4 我想請問你們 你們可以去加我terogram line是看不到我過去 加我terogram 我會不會在823點 直接跟你講12682 直接3.1萬2 只有郭子隆有這個價值 現在每個人都趁著這個多頭的爛絲 可是誰看得清楚 這個多頭爛絲到什麼時候 我認為只有我有能力 我每天講一樣的話 結果現在說同盤新聞 那你說我在講重複的話 那經濟日報不是在講廢話 跟我講的一模一樣啊 這個我已經預測出來了 那你不覺得嗎 所以我為什麼跟你們家不同 所以我那時候為什麼堅持在 4.5月份的時候 台股不到1萬點的時候 我要拍一個林育的威力 讓台股上3萬點 因為我知道 上了1萬2 1萬3 每個人都會說他是股神 他會看1萬6 1萬7萬8 我沒關係 你要比我喊 我連別人再做下一步 我都知道 我喊3萬點 那你記得我一輩子 那個時候9000多點 沒有人願意相信我 沒錯 沒有人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你講 我怎麼說 我說去解定存囉 然後去買台灣50 然後搜尋摩爾頭褲 Google裡面 你要罵我 這什麼分析師有夠缺德 有缺德嗎 瞬間一百多年 都賺到你來賺的錢 對 你懂嗎 你從一百多年定存 當地的萬利存不到那麼多錢 因為台灣50 你只賺70幾% 沒錯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講得很清楚 解定存叫你買股票 我可能還不是害你 解定存叫你買台灣50 我覺得我對得起天地良心 是 風險不一樣 我就跟你講 我說甚至很多聰明的人 去解台灣 去把台灣50的 去把那個房貸 借出來 去買台灣50 因為借出來1.75% 然後3% 好這些都重複了 可是你去看一件事 如果一個分析師 這是創新年輕高 我是不是告訴你 所以聯絡的情況之下 你本來不想買房子 你也會買房子 聯絡的情況之下 你本來不想要借錢買股票 有些人會借錢買股票 那股市就不會跌了 所以這些ETF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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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就像我說沒有人在11月做狂 那你去看一件事 你會起雞皮疙瘩 現在所有人都知道 說是熱錢行情嘛對不對 肉依一聲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5月28號那時候 5月28號什麼時候 5月28號在這邊 那時候所有的人喔 所有的分析師只有我 我很認真跟你講 是不是這樣說 是不是這樣跌對不對 肉依我看 就技術分析來講的話對不對 在這邊對不對 這是5月對不對 是5月 你看1萬1不到 那時候1萬1不到有沒有看到 對 大家所有人都覺得這是第二隻腳 沒有錯吧 我們把它放大喔 那台股跌很兇嘛 台股跌很兇嘛 1萬1嘛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咧 大家覺得第二隻腳 結果呢 直接上去 永遠不回頭 上更高 就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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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邊所有人都跟你講 打第二隻腳 我們來看一下 我看講過去 我不要講那麼久的時間 可是我要讓你知道 我跟別人就不同 你要了解清楚我跟別人不同以後 你才願意加入我行列 你不加入我行列沒關係 你要去看我 你至少要願意相信我 好 你只要每天看我節目講 這個數字有遮掉喔 2萬9千296位訂閱者 我歡迎比較 就分析師而言 我是全台灣最多的 台灣最多人財經頻道 大家好我是郭志鴻 5月28號中午寫的 來 我說 接下來台股會很可怕 台灣前煙角木 今年我講今年喔 對 對你們做吧 會讓大家知道 林毅威力 股市指金 藝術的感覺 有沒有 好厲害 欸 今年喔 今年每 你看這頭版新聞 錢很多錢很多 至少也出現10次啊 對啊 那時候還沒有人講喔 因為那時候真的沒有人講 5月的時候 你就要打第二隻腳 誰會相信你啊 那你看我做一張多猥褻的圖 黃豬可可 有沒有看到 那我就一慢出來了 什麼慢出來 我是要告訴你 資金慢出來 所以當分析師 還會當導演 你知道嗎 你會記得我一輩子 因為你看到這個猥褻的圖 你會記得我是故意的 是 所以有些同業也是 算欣賞我 沒想到你那個 編導很多人厲害 因為這個圖多猥褻 是不是記起來了 如果你是看一次就記起來了 可是你覺得很猥褻 可是你覺得頭上很好笑 可是好好笑之餘 又有教育的意義 又有讓你賺錢的一個方向 是 我就慢出來啦 再看一次 是不是 林毅威力 我讓大家知道慢出來啦 是不是 不是 這邊是慢出來啦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只能分析 那到現在 還在跟你講 台灣錢在燒 頭版新聞 還在跟你講說 凡事交易 創新 創六年新高 全部都是林毅威力 所以我每天跟你講 都到底重複重複 沒有 沒有重複 因為什麼 因為林毅零毅 重點是你要持續多久 所以我每天在觀察這個指標 我是不是跟你講 有 所以說葉倫 我說葉倫這一件當財政部長 它是很重要的事情 代表它要持續零利率 對 外行看那道 內行看門道 你們要聽那種講那種 哇我講得很厲害 我覺得 你都沒有人進去 你講再多的技術分析 我不是傾向技術分析不好 因為現在要追第一根 就技術分析 可是只講技術分析 你不講那個零利率的邏輯 我認為那是不對的 你知道那是不對為什麼嗎 因為所有的股票 會漲歷史上最強的股市 會在今年的原因是因為 錢是零利率 是零利率 是零利率 其他的都不是重點了 你看呢 我是說那個量4000億 技術分析百分百是叫你做空啊 結果今天又突破新高了 那你覺得技術分析對嗎 不是技術分析不好 而是它的比重本來就應該降低 你要知道所有的邏輯 所以不論是肉依今天穿著醫生袍 還是你真的覺得我是股市醫生 是你要相信我的邏輯 所以為什麼很多分析 為什麼很多分析師會看我節目 為什麼很多高科技業的一個科技新貴 都會看我節目 很多醫生 也是我粉絲 也是我會員 你講個簡單的邏輯 各行各 這麼多人600多人裡面 你覺得不會有醫生嗎 你覺得 你想想看哪一個人 有演講人數比我們多 連台上都有人 對啊 然後我都精神欲確 所以我要跟你講說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這就算了 理想的是大盤 通常一講大盤 前面有點重複 可是沒有錯 重複沒錯 可是我每天在重複裡面 其實我有告訴你一些變化 我告訴你一些變化 那我認為 我認為如果美股不是這種走勢 一直漲的話 台股會真的 會在萬事關卡稍微卡一下 我現在就跟你講結論了 卡還有很多東西 第一慢慢跟你講 可是如果美股是這種 每天都在創新高 那不好意思 台股就是勢必要創新高 你看一下美股走勢 那就不用預測行情了 因為每天就是 每天就是很誇張的 漲漲漲 你看一下美股就知道 來我們看一下 好 肺磅這樣走走法 好 納斯達克這種走法 有沒有看到 納斯達克這種走法 肺磅這種走法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創新高 剛好而已 台股要突破歷史新高 台積電ADR跟台積電 創新高剛好 加權指數 還沒有肺磅那麼抖 你聽得懂嗎 對 你聽得懂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來 肺磅長成這樣 再抖上去 1萬4都不是問題 所以美股很重要 可是我是覺得說 如果它不是這麼斜率 它是慢慢慢慢漲的話 那1萬4有得完喔 你懂嗎 你聽得懂在說什麼 可能上去又下來 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它在這邊 就在這邊震段的話 如果它是這種傾斜方式 1萬4不用講的 這邊這邊 我覺得台股沒辦法領先 算新高喔 我其實跟你講喔 可是中產期是會上的 好 頭上都把你講完了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規劃好了 來 新年什麼 新年 你記得六個字 新年 恭喜發財 萬事如意 我在新年的時候 要讓你 恭喜發財 好 台股上萬事 我都直接預告了 你梗不梗王 我算超級多梗 可是你都會記得清楚 當然 這些梗好像我們的製作團隊也有提供 好不好 特助理其實也有提供 好不好 Eason還有肉依 大家都有提供 你不要看肉依只是主持人而已 他還是一個堅強的研究員 好像會找資料 好不好 是 那我們還有這種正統出身的研究員都有 好不好 在外山的都有 這跟大家講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一切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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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我們所有人是昨天在追 我說實在話 他好像我一檔股票講那麼久吧 沒有 你讓我去昨天去追也可以啊 可是 我去表演這東西看嘛 我的資金已經focus在工具機了 我的資金已經focus在被動援欠了 你們還要回到那種老頭顧的想法嗎 我講的是各位粉絲們 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每天都賺錢賺聽賺聽賺聽 你們覺得你們賺的到嗎 我今天出掉這股票 我明天就要進另外等股票 我明天就要暫停吧 你們相信這種想法 我還真的不敢相信 我還真的不敢相信 你們敢相信 所以我要說節奏很重要 我要買進股票我就buy and hold 我抱著想著一個大波段以後 我再走掉就好了 你資金就是一套 你不要搞成你十幾套 巴菲特的資金 巴菲特的資金也是百分 我沒有記錯了 百分之八十集中在五檔股票 人家只是漲幾千億以上的資金 沒錯 可以牽動幾兆以上的資金變化 還是集中的火力 都集中在五檔股票 投資票人家巴菲特那麼多錢 還是集中在五檔股票 你為什麼要搞得像台灣50一樣 你買50檔股票 如果你喜歡買超過30檔股票 你自己買台灣50就好了 邏輯都出來 幹嘛搞自己法 你挑的又沒現在專業法 所以我要一檔 慢慢的一檔接一檔接一檔 面板會不會再漲 有機會啊 因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都缺我 iPhone賣那麼好 你說面板會缺我 會啊 那我也跟你講面板為什麼缺我 因為你們全部都不了解一件事情 你們都少算一件事情 你們少算了一件事情 現在是慢慢有人跟你講 你們少算疫情的影響之下 會影響人們對人生的看法 進而影響它的消費傾向 沒有一位分析師跟你講這個東西 沒有一位經濟學家 事來先跟你講這個東西 什麼意思 我疫情人生苦短了 反正我今天 說不定我明天得肺炎我又死掉了 對 花錢的觀念會改變 我媽要是我看我這一集 他一定罵我 是不是亂講話 是 說不定我得肺炎我怎麼樣 明天誰知道什麼事情 那我不如今天就消費 這是疫情影響兩方面 第一個是無限的救市 無限的印鈔票 第二個是影響人們消費 可是這些東西 你會起雞皮疙瘩 我在八五千點 我在八五二三點附近的時候 我就在講了 這才是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 我看得太遠太遠太遠 你每天都在覺得好像我在臭屁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改變了說法 可是我一直在訓練各位 邏輯思考 所以你會不會想明白 會啊 我也跟你講 為什麼我還堅持在網路 為什麼做網路的股市福利社 結果等於利率也很高 沒做多久而已 也租租利點約一兩萬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網路是未來的趨勢 是 都有看錯 如果你回家去買個三星的電視 你知道 我按一下 我按一下就可以喔 把我手機裡面掃描過去 直接同步 YouTube 其實還有內建YouTube 他隨便節目都可以看的 你何必要Cable 一定要有線電視台 是 地視台用另外一種方式 在網路上存在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跟你講的是說 看懂趨勢的人 就知道面板外賣的 因為你以後就會需要一個大電視 因為是有最近的電視 才可以那種AirPlay 2 支援的 你懂我意思吧 沒錯 Android的投影 其實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 AirPlay 2的支援 是從去年開始而已 去年年底開始 這一年是慢慢的發酵 明年電視面板也會好一整年 因為大家會發現到 我換電視 就 我換電視就感覺 就換了一台電腦一樣 你會不會想換 而且價錢才兩萬多塊 然後55吋 你有沒有想換 會 會 所以面板本來就會好 可是這個邏輯 問題是我一套資金 所以我要跟你講是 最恐怖的是一件事情 我只要講一件事情就好 來 我昨天有沒有說 畫面給我這個畫面 然後我秀出來是什麼股票 全球傳道 你們因為暫時犯大 然後怎麼說 我今天就不用重播了 好不好 但重播有點問題 我說啊氣死了 是不是股票表現都出來 咬牙切齒 然後你知道嗎 我自己還問一句話 頭讚你演 我演個大頭啦 我說你不知道我本來要買嗎 你不知道我本來還要再買嗎 是啊 我說進廣告 我心情要調試一下 看怎麼講 對 我真的是很難過啊 如果你有看我節目就知道 因為我 看之後就知道 我私底下開會非常快 我明明在想 想某個東西 然後我講出 講出另外一個東西 你奇怪 然後顛倒了 不瞭解我 我覺得頭讚你在講什麼 因為我在想A 我覺得已經跳到Z了 已經跳到 真的跳自己這麼誇張 我是跳非常快 你不要看我現在講話速度 跟我平常大概差四倍五倍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不小心露出來 那我不小心露出來 我就知道很恐怖了 死定了 畫面給我 這學生很常動對不對 嗯 昨天的 我還說亮少 我還警告你亮少喔 是 我還警告你亮少喔 還是有人喜歡我 跳空直接快暫停 我已經講亮少了喔 太厲害了 我已經講亮少了喔 我說你要是注意風險喔 可是這檔股票我覺得 連續兩屆 三綠三升喔 毛利率 銀利率 淨利率 是喔 你懂嗎 毛利率 銀利率 淨利率 這些 這三個你不懂東西我懂就好 三綠都三個升 那就是財報本來就不錯 以前最低的 拿到150 現在50幾塊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 股市福利社的 同版股 50元同版股喔 對 同版你要去訂閱好不好 這個就是跟你講 這個是另外一趴 其中的一檔股票 所以同版你看喔 50元同版股 你自己 肉也可以開胃也可以知道 我上個禮拜就講這檔股票 對啊 上禮拜就在看了 因為我們上禮拜會員就禁啦 我們是不是跟你講節目說 50元同版股 我可以獻祭告訴你這個股票 對 對不對 賣單喔 東斯維尼 不是有配對嗎 50元套餐 對 我們今天有50元同版股 到時候你自己看福利社 好 所以你看全球才能動 你要的就是這樣子 我有沒有影響力 我不是故意去擾亂股市 是太多人看我節目 我能怎麼辦 真的 所以人在座天在看啦 我跟你講越是這樣子 我越是如履薄冰 戰戰兢兢 為什麼 因為你們願意相信我 你們知道我鍋子中 就是不會出貨 你們知道我鍋子中 為什麼不會出貨 第一個 我的行為 第二個 我的邏輯思考告訴你 我在股市中可以賺大錢 我不屑去賺你這種小錢 不然我真的也睡不好覺 王老師跟你講 分析師一定有他的壓力 很多人說 投資長你怎麼看起來雲淡風輕 我都有我的壓力 可是我知道 我從頭到尾 我不會故意害你們賠錢 這個我敢很大聲的跟你講 我敢非常大聲的跟你講 有些人可能嘴巴這樣說 可是你可以從我行為裡面做起 我有沒有影響力 我有沒有講在前面 我有沒有為你們著想 那些潛在燒的邏輯思考 8523點我治愈一人 告訴你8523點 告訴你8523點 這些 它就是一個底點 所以你去想想看哪些分析 光是這張股票 你就知道 你要跟著我 你要follow me 你要跟著我 你看很多數字告訴你 8523點8523點 今天13995 我是不是醫生救救我 我說要美股一直創新高 不然這個萬事會卡卡 肉影你看數字代表很開心的 肉影你看一下 你下面是什麼電話 0800來指一下 0800668085這邊 這邊 0800來來幫您幫我 你不覺得數字的邪 來找Dr.郭 什麼 來找Dr.郭啊 Dr.郭 你不覺得數字的諧音 是這個蠻美妙的一種藝術嗎 0800來來幫您幫我 幫到您了其實也幫到我了 沒錯 自我的成就感的提升 不是嘴巴說的 所以我很開心 在這個行情裡面 我會說得很開心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那時候不是 我本來以為川普要單選 我說退168 我說泰股上關16800 對 我說那是一定位的 沒有這樣怎麼辦 沒有這樣我說要停看廳 不代表不會 結果現在感覺拜登的行為 也很像川普 也要找一人來當一個怎麼樣 當一個就是財政部部長 代表要傾向是寬鬆的貨幣政策 甚至寬鬆的財政政策 對 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同朋友 因為葉倫還最近投書而已 他說願意寬鬆的財政政策 現任部長的五星還 其實還沒有到很寬鬆喔 所以代表葉倫也是 為了要工作不擇手段 人都會變的 人都會變的 好不好 所以美元指數創新低 代表錢在燒 你不必緊張 所以就算台股在一萬四卡卡卡卡 我認為只要美元指數這麼強 你回答你機率不深啦 反正12月15號之前 好不好跟你講 最好做以後就是20到31號 對 我這講得很清楚 到時候你不要騎GP個搭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這些人相信我 我有在股市中有能力 他們願意去追 你看喔 你可以45塊 昨天50塊了 已經漲10% 他們還是覺得我郭忠 我真的不需要賺那20%30%的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需要賺那20個 你說賺那麼短要幹嘛啦 我真的不是這種人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知道 我不會今天故意出貨給你們 對 我就算我今天達到我的目標價55塊 假設我的目標價是55塊 我不是喔 我覺得更高 對 最高55塊 我跟你講 我會因為今天 我會因為昨天我不小心說出去 我知道你們會今天偷偷的用力買進 對 我都不會出掉股票 我就這種人 會員朋友們不好意思 你不要覺得我都沒聽你們講 不是 這是做人原則 對 我如果有替粉絲想 我一定會更替你們會員朋友們想 更替會員照相 剩多久 剩三分鐘 你看我今天講這些邏輯思考 跟你講的東西 我在這敘述我的情懷 我會跟你快速的思考幾秒鐘 所以這個股市不會跌 被動元件一樣 同樣 都在他跌一點點 你可拜託 這個叫拉中 拉法還不會跌點 被動元件至少會噴 不用擔心 為什麼 你說你電視賣得很好 你說低任缺貨 你說被動元件不會缺貨 還有車友市場 被動元件不會缺貨 全部都是源自於一個報復性消費 能不能對疫情的改變人生的看法 而且不能出門 還有無限的利率 無限的QE 無限的QE 這些造成一些股市熱潮 還有就是消費的熱潮 這邏輯我每天一直在講 所以難怪不認識我 突然講一樣的話 認識我覺得 突然你講一樣的萬論 謝謝你 我沒有賣掉 對 今天太厲害了 萬論要暫停版的 謝謝你 我沒有賣掉 連我之前不小心偷賣的 宣德應該有跟你講賣到 今天也拉起來了 有 我有考慮宣德如果拉回 我考慮進場 再進場 在我的成本價附近 這不跟你講多少了 我只跟你講 所以我對大家都很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人的分析師 337是精彩 有沒有 我覺得整理一塊 你看啊 精彩我出掉的話都拉不起來 那大家知道萬論我沒出 反而現在變很強 對 你說有沒有人在看我節目嘛 有沒有人在看我節目 但你有 傳傳傳動就是最好的證明嘛 你會去自己看我明天 昨天的節目好不好 你不認識我 我要跟你講一個經典的話啦 我說你不認識我郭仇 你絕對是股市中的菜鳥 我會認真跟大家講 或者是績效不太好的一個 一個賞戶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因為如果績效很好的 不一定想要搜尋我嘛 對不對 績效不好的時候 你會想要找尋名師 是不是 結果你居然沒搜尋到我 代表你是績效不好 或者是你搜尋有問題嘛 或者是你根本就股市菜鳥 這一樣 所以一樣 GIS底部期長的股票 你有沒有看到 之前也很長 底部期長的股票 可是你看台表哥我們跟你講 台表哥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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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跟大家講 結果你不相信我 你被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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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不會 這都是你的選擇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就是底部期長 因為之前跌升了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是跌升的股票 其實一般跌升股票 為什麼 因為本益比都要提高 沒有道理台積電30起被本益比了 要30倍本益比的 其他股票在10倍本益比嘛 所以10倍本益比都會提高 這提高過程中 會在半信半盈中成長 所以你想想看 你要長的分析是 我一切的一切 我盡量預告在前面好不好 昨天很弱星星 今天也不錯嘛 今天最感動的是什麼 整個工具機被我帶動 而且你看喔 這星星還不錯啦 你看喔 今天 2049 散營 今天是漲的 可是漲不多 可是沒有全球傳動多 159G值得 今天還是跌了 結果4540全傳動 今天開空 開盤 跳空 大漲 一路要攻上 快漲停板 這就是投資上的影響力 因為你們 現在是你們 願意相信我 願意支持我 所以同票你不用考慮什麼 叫做優惠專案 現在台股股價很多在優惠價 所以歡迎來電洽詢 不論對我錯一切一切 預告前面 歡迎來電洽詢 080668085 由於各位能夠賺大錢 記得在YouTube搜尋 郭哲榮分析師 訂閱我們的影片 開啟小鈴鐺 通知也歡迎來電洽詢 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 謝謝各位